林志堅論文涉嫌抄襲 這似乎讓台大的學弟妹們 有些抬不起頭 就連國發所退休教授杜振華 也據名向校方提出檢舉 台大相組成審定委員會 要找校內外的相關學者專家 要來審查林志堅的論文 而出任委員會召集人的 就是台大社科院院長 曾在台大把管案跟學生並肩作戰 蘇鴻達過去還因為在臉書上 批評蔡政府故宮政策 遭到檢調密切關心 而之所以由他出任 單純是審定委員會的規定 就是以院長擔任召集人 台大國發所學生會發出聲明 強調比校方還要早一步 就規定申請說博士論文口試時 要繳交原創性比對檢核表 期盼外界對於審查結果 保持理性客觀看待 首舉告示牌抗議 抄襲事件林志堅就讀了台大 還有中華大學 兩間學校校域都受損 不過除了總統蔡英文之外 新竹市議員李延會 也在林志堅的臉書留言 喊話市長加油衝衝衝 而他還不止身兼民進黨發言人 同時有個身份是中華大學校董 大家都看不懂了傻眼了 到底中華大學是敢真的去獨立調查呢 還是要護航林志堅 衝衝衝勇往直前 學校忙著面火 但綠營的加油舉動 卻反而更添柴火 TVBS新聞玲瓏視張一科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